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听听香港和日本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中美的元首刚刚会晤完 马英九当面要求美国要给台湾出售先进的军备 同时美国已经承诺几周之后就升级台湾的战机 美国与欧洲的导弹专家秘密已经到达了台湾 今天都会介绍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电报 美的中央空调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美的中央空调赞助播出 先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啊 今天香港的文汇报 有大篇幅报道的 引述来自俄罗斯的独立军事评论 一个报道特别提到的中国大陆解放军 在乌克兰军方 特别是乌克兰海军的舰载机师的训练中心的 这个帮助之下 在中国黄海的葫芦岛的舰艇基地 已经秘密的建立了中国新一代航空母舰的 舰载机师的训练中心 而美军的这个间谍卫星的图片也证实了这一点 确实在中国这个黄海啊 属于北海舰队的葫芦岛的舰艇研发中心呢 建立了新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舰载机师训练中心 那么特别提到的解放军政加紧训练航母的舰载机师 看来是配合的航母即将服役的最重要的一个部署 那么提到的航母舰载机师是很关键的一个重要 因为航空母舰实际上是一个平台 搭载着战机的出远洋来展开攻击的 而舰载机师是非常重要的训练 他跟在陆地起飞的难度是大了十多二十倍的 根据乌克兰训练中心的数据显示啊 要建设航母舰载训练中心关键训练机师呢 比方说航母上的舰载机师飞行的危险度和难度 比起航天员要重五倍 比起轰炸机的飞行员要危险十倍 可见在这么短的距离华侨式的起飞 航母的上面的战机是非常难的 所以解放军未来两到三年之内必然有航母服役 所以现在要加紧的培训航母上的舰载机师 根据美国的情报显示 0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方高级舰载团访问乌克兰 当时特别参观了乌克兰作为前苏联重要的航母训练基地的相关的设施 提出希望乌克兰帮助中国培训航母上的舰载的机师 但是乌克兰当时没有答应 反而是答应了帮助中国在中国北海舰队的葫芦岛基地 建设一个全新的训练航母上机师的这样一个训练基地 而现在已经整齐完毕了 正式展开了训练 说到乌克兰给助解放军的帮助 最新一期的汉能防凭令 也特别提到解放军 到2000年10年前以前已经完成了大批的二炮的导弹专家 到乌克兰学习导弹发射井和升级导弹发射井的工作 因为乌克兰在前苏联当中是作为重要的一个导弹的 特别是中级弹道导弹发射的基地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大量的这些设施都闲置的 在前苏联属于绝对国家机密的固定的 特别是中级弹道导弹发射井是不许参观的 但在乌克兰只要是花钱特别有一定的关系 解放军可以去学习参观 乌克兰的第46师导弹重型师 SS24型的中级弹道导弹的发射井 有大量的解放军的二炮的专家弹道参观 这已经十年前的事 十年下来可以勃断的改进解放军相关的一些 长城洲际弹道导弹的组装发射井的配套 还有维护还有保养 还有安全维护等各方面的工作 以提升了中国大陆的东风5等系列的 洲际长城弹道导弹的发射井 以及隐蔽的工作 这是一些最新的消息 提到乌克兰帮助解放军两项重要的动作 看另外一个消息 今天的报纸都有报道 马英九昨天在台北高调接近 美国政府当中处理台湾问题最高级的官员 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博瑞光 马英九当面上美国官员提出 美国应该向台湾出售新一轮高级的武器 包括升级的F16CD型的战机 还有向台湾出售常规动力的潜艇 说到潜艇补充一句 最新的消息今天媒体报道说 台湾除了向美国买潜艇以外 台湾已经秘密跟俄罗斯接洽 要从俄罗斯购买新一轮的潜艇 甚至要以俄罗斯的技术来升级 维护台湾现有的潜艇 台湾在潜艇升级方面是多条腿走路的 马英九昨天跟博瑞光提到军购的方向的时候 博瑞光说他们并不会理会中国大陆的 所谓抗议和警告 美国政府是同意要向台湾出售武器 只是时间问题 马英九对此感到鼓舞和欣慰 这个马英九的说法 那么根据美国最新一期的 具有权威性的国防新闻周刊披露 说实际上在几个礼拜之后 就是中美人手刚刚见完面 气氛不太好 而且中国在过年 不想刺激中国 几个礼拜之后 美国将会正式向台湾去出售新英文的武器装备 而这次并不是F16CD型战机的升级还没那么快 主要是把台湾现在的F16AEB型的战机做升级 而升级的相关包括是引擎导弹 电子的主动扫描电子阵列等等 这三方面实际上是相当的特别 一方面引擎可以加大目前台湾战机的起飞重量 可以带更多的弹和油 另外一方面是导弹空射导弹可以升级大量 同时可以挂载反辐色的电子干扬导弹 关键的问题是增加了电子主动扫描的电子阵列 可以超视距的展开扫描和侦察 一旦台湾获得这些装备 就台湾的战机只要在台海巡逻 不用打仗 巡逻的时候就可以侦察到中国大陆战机的动向 把数据同步传播给太平洋的美军 可以说是共同分享 这个深圳的动作几周之后就会真正的实施 同时中国大陆的抗议 美国和台湾说并不要理睬 北京每次都要抗议 所以这次可能北京在几周周也会有强烈的动作 实际的升级 说到北台这天还要补充的消息 在上周满酒亲自去视察的相关的导弹演习 有三分之一的导弹是拖把失交的 当时非常的没面子 不过美国方向的专家和欧洲的专家说 这次台湾设施的像是美国的麻雀导弹 法国的云武导弹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透过这个事故 美国欧洲等相关的导弹专家已经历历到达了台湾 给予相关的导弹的指导并且要长期驻留在台湾 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看看全球其他军艇别报 据美国环球战略网报道 中国海军最后四艘的041原级柴油电力潜艇现身 美国情报说 解放军两艘或者更多的原级潜艇 加装了不依赖空气推进的所谓AIP的系统 静音效果更好 而敲烟潜航出海 并不容易被美日台侦测的刀 美国说 西方军的原级潜艇可以连续的潜航两周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西方情报解说 中国的原级潜艇的外形 库茨俄罗斯制造的基诺级潜艇 中国的原级潜艇非常的安静 可以以大约5公里的时速 潜航将近700公里 它可以悄然的接近美军的大型的舰值 再加上潜艇携带的巡航导弹 使它可以成为打击美军航母和大型军舰的杀手 西方军事情报解说 朝鲜和伊朗也采购了类似的基诺级的潜艇 而在常规潜艇方面 中国目前它拥有13艘的松极潜艇 6艘的原级潜艇 和30艘其他级别的潜艇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美国强调会坚持与台湾关系法 以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而来自北京的军方人士的声音就警告说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北京对于美台的军售容忍度正在下降 如果今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 北京必然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另一方面 台湾的政府的智囊撰文呼吁要介入南海 台湾军方要显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台湾的智囊说 台湾现在在南海有助有台湾武装人员的太平岛可用 而南海有台湾的战略利益 美军现在强化了在南海的海空动作 同时以海空的手段来侦测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动向 台湾应该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军事上的南海的支援 据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报道 中国解放军的陆军部队正在加速换装最新式的雪豹八轮步兵战车 而这种车可以使解放军获得像美军一样的快速反应部队那样的全地域的机动能力和快速的作战能力 中国陆军使用了这种步兵战车 全车可以在10名士兵最大时速达到100公里 在轮胎重弹之后也可以坚持行驶100公里以上 而这种车具有水上幅度的功能 可以通过内核 而西方的情报显示 解放军目前已经有12个集团军的相关部队 已经分批的入役了这种新的步兵战车 大大的提升了解放军陆军的快速机动作战能力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 韩国的总统李明博亲自下令韩国的特种部队 以快速兵降印度洋的方式 韩国的特种部队营救了被亚丁湾海盗绑架的韩国的霍伦 并且击毙了8名的海盗 这次韩国的特种营救作战海军的特战队员 全部使用韩国自产的先进的影像作战系统 而且在营救过程当中 韩国军队首先对海盗船进行了电子干扰 而美国的P-3C侦察机 也为韩国的特种部队提供了精确的情报侦察 这次韩国海军特种部队的成功的营救行动 被称为是高技术的信息作战的胜利 凸显了韩国特种部队快速突击斩首战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朝鲜也大幅多的提高了 对金正治父子的安全警卫的级别 从西方特别进口的尖端的反恐和警卫的设备 对金正治的专列 安装了包括雷达西波材料在内的各种先进设备 可以阻断对金正治专列的情报侦察 也可以摆脱美国的间谍卫星和U2侦察机24小时 对金正治行踪的侦察监视 朝鲜军方说 为了防备美国与韩国先进的侦察手段 以及可能进行的突击斩首的特种作战 朝鲜必须加强防备 要保护好金家父子 据美联社的报道 中国大陆军方展示的J20隐形战机试飞的画面 引发了全球的侦探 美联社特别采访了90年代 美国参加过科索沃战争的高级的军官说 中国透过分析科索沃战争期间的 被击落的一架美军的F117夜莹隐形战机的残骸 而且获得了相关的解放军的反雷达相关技术的提升 美军的情报部门说